丧葬习俗主要分两方面 丧旨人去世后相关的至丧仪式 藏旨对死者的埋葬方法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 葬礼是民间各种礼仪中最受重视 最未讲究的仪式 人们在遵循其他习俗时如有为俗失礼之处 尚可谅解 但若违背丧葬风俗规矩 则可能反目成仇 中国人素来世乐生饿死 对于死亡终究存在着 为而远之的复杂心理 力求安葬死者之后 借此期盼时子孙发达 家道福泽延绵兴旺 中华丧葬文化因民族观念 宗教信仰 地理环境的差异 进而孕育了千姿百态 别具一格的特色 上诉北京人等原始人时期已指 研制奴隶社会 封建王朝的帝王陵墓 民间江湖的丧葬善会 夏器当代的新式陵园 乌 历数华夏积千年 丧葬观念和礼仪的形成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由俗而礼 一个是由礼而俗 丧葬礼仪制度与丧葬风俗相比 它的规范性更降 影响面更大 依照古时礼制 百姓的牧教坟 王侯牧教种 皇帝牧称林 圣人牧称林 多以入土为安的土葬为重 除了土葬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民族 也存在不少独特的牧葬式样 即使是火葬 各地 各教 各族群的理解也迥异 此外 在牧学的营造上 还涉及堪于 石雕 木雕 绘画 建筑 园林等诸多方面 而这一切 都是围绕着木葬展开的